大家好,台湾政府下属有两个政府全额拨款的非常重要的智库 一个叫做国防安全研究院,一个叫做资安会 最近这两个智库提交了一份非常重磅的报告 到底有多重磅呢,我也没看出来 反正民进党说这很重磅 这个报告的核心就是在PTT上发现了有很多台北市长柯文哲的网军 还有呢,说是中共的任职作战 总之吧,就是遭到了任职作战了 作战的来源两部分 一部分是台北的市长柯文哲的网军 一部分呢,就是中共的网军 那么他们呢,这篇报告总共找出了47个账户 认为这47个账户呢,涉嫌为柯文哲或者是为中共带风向 这个PTT啊,号称有几百万的注册用户 47个账户,涉嫌带风向 居然也好意思拿出来说 我们抛开中共网军不谈 那即便是柯P的网军 有什么可讲的呢 难道柯P不是台湾人吗 柯文哲的民众党代表的不是台湾的内部的一种政治力量吗 难道台湾内部的政治力量 这个不能讲话吗 或者支持柯P的人到PTT上发言 这就属于带风向吗 这就属于网金吗 这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吗 所以蔡英文霸气表态 要关掉PTT 这个言论是非常非常自由的呀 很多这个817小绿绿们 这一刻几乎就要崩溃了 因为啊,这个PTT一直都是帮着蔡英文洗地的 帮着民进党洗地的 这个1450呢 大量的汇聚到PTT当中 结果今天你们变成中共网军了 大脸打得非常的狠呢 归根结底吧 即便是再蠢的小绿绿 再蠢的817 经过台湾的这一次疫情 也能够看得出来 民进党做得非常的不好 而且四处在诈骗 对吧 很多东西啊都是在骗人的 所以啊 这些小绿绿呢 含泪上去吐槽 为什么含泪呀 因为还是要喊台湾价值的 那还是要支持蔡菜子的 不过呀 对蔡菜子的这些操作呢 也是心有不满的嘛 他们本着善意的批评 我看这里啊 就有几个小绿绿在PTT上吐槽 说最近批评民进党 是希望民进党能够改正 能够变得更好 说他们家呀 好几代人都是绿的 结果怎么能说我们是网军呢 非常的心酸呢 非常的痛苦 这个小绿绿呀 被自己的主子删了脸了吧 对吧 这就说明啊 不是百分之百的挺蔡啊 不是百分之百的支持民进党 那你就一定是背叛了民进党 你一定是背叛了蔡英文 不管蔡英文做错了什么 民进党做错了什么 你都要含泪支持的 你都要百分之百支持的 要对民进党 要对蔡英文 百分百的忠诚骂 哎呀 之前还说可以骂总统啊 可以批评民进党啊 等等 看来是不行的 当这个批评的声音过大之后呢 你们啊 就变成中共网军了 这个脸啊 打的是非常响的 比如这个王定宇 也在他的脸书表态了 王定宇说呀 这个PTT充满了台北市长 柯文哲的网军 还有中国的认知作战 王定宇的表态 和这两个智库啊 差不多 对吧 其实啊 台湾的1450 或者民进党的 这种网军风向的操作手法 我们看得也很清楚啊 就是和念经一样啊 一个东西 反复的发 不停的发 变成花样的发 但是其核心呢 终究就是那么一点东西啊 就是一切啊 都是中共的阴谋 要不一切就是马英九的阴谋 现在呢 这个国民党 显然是不行啊 这个江启臣啊 也非拉不堪 对吧 国民党啊 对民进党似乎构成不了什么威胁了 那么呢 现在就不是马英九的阴谋了 而是柯P的阴谋了 而是柯P的网军了 可是啊 到底是谁一直在搞网军呢 一直在搞任职作战呢 都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所以这么看来啊 这个反复横跳的馆长 似乎还有一些的智慧 因为馆长嘛 这个绿的执政骂蓝的 蓝的执政骂绿的啊 永远跟着执政的一起走 但是啊 又永远没有一个 就是固定不变的思路 反正吧 总是骂呀 骂来骂去 满足了很多乡民 这个喜欢发泄情绪的需要啊 但总之吧 随着馆长一起摇摆 你总会摇摆对的啊 不过这些死中的小绿绿啊 一片哀嚎 一片痛苦之声啊 当然也有一些恼羞成怒 痛骂民进党的 无非还是那么极点啊 这个民进党不讲民主自由吗 人们可以有说话的自由 每一个人都不能因为自己 所表达的观点而受到批评啊 怎么了 现在要带我们的啊 风向了 要批评我们了 我们无限忠于民进党的 你们怎么能对我们这个样子的 哎呀 这个巴黎七啊 小绿绿们一片哀嚎 同样的 你像这个王定宇之前 和民进党发言人出轨这个事件 对吧 完全没有溅起水花了 现在啊 王定宇还敢出来大言不惭的 又是中共任职作战 难道是中共让你 对吧 和你的小三一起搞到床上去的啊 这是中共让你认知的 自己这个素质低 对吧 没有品啊 总会喜欢怪别人的 所以啊 这些八一七小绿绿们啊 经常是唾面自干的啊 打落牙齿混血吞嘛 你比如还有这个社图日记 也一样啊 也是八一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天天的呀 在那里对着小粉红虚空打靶啊 包括以前也对着这个 韩粉虚空打靶 天天打这个打那个 去呀 不看看民进党在做些什么 要不在那里忙着洗地 要不在那里装作看不到 然后口上满满的喊 我爱台湾 台湾觉醒 台湾价值啊 我看呀 这个台湾价值啊 还是不怎么够啊 还是要多充一些值的 否则的话呀 对吧 就马上啊 就要被蔡太子也打成中共网军了 不过我估计也快了 毕竟啊 蔡太子民进党是翻脸不认人的 给人做狗呢 就要有做狗的觉悟 像这个摄徒影业啊 就是这个样子啊 不对啊 摄徒日记 就要做好这个做狗的准备 因为做狗呢 随时随地啊 都会被一脚踢开的 那么目前啊 这个摄徒日记 你的这些 1450的战友们 都被打成网军了 做何感想呢 有没有为他们声援一下呀 其实啊 在去年选举 对吧 这个摄徒日记啊 社区就发了一篇东西 大概的意思呀 啊就是他为什么支持民进党 说这个民进党啊 啊 什么自由民主啊 有言论自由啊 说过假如有一天啊 这个民进党对吧 不自由不民主了 不支持言论自由了 那我自然会出来批评民进党的 那么蔡英文上台之后啊 啊 不管是这个疫情防疫法 你个人不能谈疫情呢 谈疫情就要给你抓起来啊 发300万 对吧 判你两年啊 然后有各种封杀事件 这个 社图啊 就把那个帖子呀 给删掉了 对吧 这就是在自己在自我打脸啊 但是自我打脸之后呢 还不承认错误 还在那里啊 硬拗 有什么可拗的呀 尊重事实 不是更重要吗 啊 还口口说声爱台湾 难道嘲笑你们找演员 演的这些小粉红 对你的爱台湾大业 有什么积极重要的作用吗 似乎没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吧 现在呀 也是到了社图啊 赶紧去 推翻蔡英文 推翻民进党 捍卫台湾的言论自由啊 到了你表演的时候了 对吧 你这个作为言论自由的 捍卫的斗士啊 言论自由的斗士 你现在在哪里呢 对吧 哎呀 归根结底吧 满嘴都是放屁 归根结底啊 就是一个 这个小渣子啊 这个就是个小鼻仔子 话呀 说的比较好听 口号喊得震天响 结果呀 哎呀 还是跪舔主子吧 归根结底啊 就是一个摇尾巴的小狗 非常可怜 也非常的可笑啊 对吧 而且啊 真的爱台湾啊 就要好好的解决好台湾的问题 我譬如刚才又点了一下呀 三立的社会新闻 随便读几个吧 第一个 就是在新北三重区啊 这个社图啊 现在就在新北啊 新北三重区 那么在前天晚上九点 在龙门路停车场 有一个中年大叔 自杀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之前骑机车 不小心摔伤了脚 他所从事的行业 就是服务业 需要长 每天长时间是站着的 那么摔伤了脚呢 这份工作就丢了 不能长时间的站着了啊 家庭的经济压力很大的 对吧 基本上呢 就是属于手停口停 每个月挣的钱啊 就够每个月的花 心里非常的傲闷 他的妻子也宽蔑了几下啊 宽蔑过他 安慰过他啊 但是啊 他还是觉得 这个面对着家庭的经济拮剧啊 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啊 所以就在前天晚上九点自杀了 那么还有第二个呢 就是在高雄的凤山 有一名高姓的女子啊 这几天啊 高雄在下雨 很多地方都被水淹了 那么这个凤山的高姓女子呢 走到一个小水坑当中 触电身亡 你说这个水坑当中 为什么会有电呢 显然还是台湾的基础设施老旧 很多地方漏电了 那漏电了的话呢 对吧 你不应该去喊喊吗 就像这个高雄 罢含四君子一样啊 为了高雄人民的未来 那高雄人民都被电死了呀 或者你把这个高雄女子开除高雄人民了吗 那么最近其实翻了一下啊 这个高雄 哎呀意外死亡的呀 借助枪战的都是不少的呀 难道是高雄人民喜欢枪战吗 喜欢意外死亡吗 显然不是的呀 对吧 这个背后是什么呢 你还不如好好呼吁一下呀 台湾好好解决一下你们的基础设施 维护一下老旧的基础设施 同样的是这两天苗栗在中华路 有一个叫有一家光电公司 因为氨气外泄 一死一重伤 重伤这个呢 在医院抢救 大概率啊 也要死了 那为什么会氨气外漏呢 显然 安全生产不达标 你不讲讲的 你不呼吁一下台湾的安全生产要达标吗 台湾这个劳工因为安全生产不达标 对吧 你去这样翻三立社会新闻啊 几乎隔几天就能看到啊 意外身亡的呀 或者如何的呀 你不讲讲吗 包括这个台铁 泰鲁格号相关的员工 我看在昨天啊 写信怒斥台铁 也包括怒斥民进党啊 泰鲁格这个事情啊 人家认为就是人祸的 死了那么多人 死的都是台湾人啊 你这么爱台湾 这么关心台湾人 你不讲讲吗 本质上还是不关心 在那里虚控打吧 台湾价值啊 都是在那里来假的 本质上啊 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就是一个对吧 就是个诈骗啊 传统技能啊 就是在诈骗啊 上一个视频也说过嘛 最早啊 还跑苏州去啊 要获奖啊 对吧 要去爱奇艺等等 在大陆货目下去 拱回台湾去啊 去诈骗了 本质是一个小诈骗犯 对吧 真正的爱台湾啊 关心台湾价值啊 你要关心台湾的 对吧 日常生活啊 每一个意外死亡的台湾人 包括这个年纪大的 因为绞受伤的 失去了工作 就去自杀的 这也是一种非常可怜的事情啊 在那里空喊口号啊 又是人均收入高啊 健保好了 健保好了 怎么工作丢了 对吧 这个就手停口停了呢 这些事情不要讨论讨论吗 台湾的劳工问题 也是一个很长久的问题 蔡英文之前做过承诺 那么当选之后呢 就告诉你们 你们要努力呀 难道这不是跳票吗 这些事情啊 都要考虑考虑 归根结底呢 像涉足这些人呢 喊着台湾价值 归根结底 他并不在乎台湾的价值 我其实以前看过他的 一个视频很早了啊 一年多前吧 是花莲 他是个花莲人 当时花莲的旅游业呢 不景气 他去花莲啊 说怎么不景气的 你看这边这一家 对吧 他家的客人就很多呀 其他的这些家 为什么呀 你们要改善你们的品质 说了一通 其实都是放屁 为什么呀 这一家 对吧 人很多 但是其他那么多家 人都变少了 为什么 说明整体就是变少了 旅游业的景气是整体的景气 对吧 你拿一家呢 代表什么呀 经济再上的时候 总会有人报复的 这代表不了什么东西 这个归根结底呢 还是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对吧 反正啊 你们这些家不景气 都是你们问题 你们货盖 却忽略了整体的人数 整体的旅游人数 就是在变少的呀 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啊 却不在乎 对吧 不在乎呀 这个花莲 旅游的总数在下降 反而找一两家好的来说 花莲的旅游依旧很好的 那些家就是你们自己不行 等等 这个是非常不要脸的 那么这么爱台湾呀 这么爱你的家乡花莲呀 你要考虑啊 为什么整体的人数在下降呢 对吧 他给旅游业者所带来的损失 对吧 因为每一个损失啊 背后都是每一个家庭啊 就像这个新北三重区 那么自杀的这个大叔一样 对吧 脚受伤了 没得工作了 那可能对他来说就是命令之灾 这些东西你要好好考虑考虑 对吧 这才是最基本的爱 否则天天喊那些口号 爱什么了呀 爱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啊 对吧 所以啊 这个蔡太子啊 把这帮小绿绿们删的比较狠 哎呀 尤其是啊 台湾这个重磅的智库 国防安全研究院啊 自然会拿着那么多的这个公家的钱 研究的出啥呀 就研究出来 PTT有47个账号 涉嫌带风向 荒诞 对吧 还有点谈什么言论自由 这都以政府智库的名义啊 开始对这么几个账号进行攻击了 甚至还要关了PTT了 言论自由个屁啊 荒诞啊 还是回到上一个视频 一切自由啊 都要回到个人的身上的 那么落实不到个人的身上的 都是在放屁 那好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